- 各位,我們來到Lituswork的BOOF了 請到設計師Rig 和我們介紹一下他作品 - 你好,你好! - 各位觀眾,說嗨! - 你好,大家好,我是Lituswork的設計師Rig 这是我们的玩具 我看见你挺多不同的错评 你可以逐一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吗 好的 这个是我们这边偏可爱一些的塞友 故事背景是这样 是一个有超能力的女孩 但是她没有长大 所以就叫头发飘出在空中 看见比较可爱 所以是桌子自己的头发吗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boogie boy 这两款是来自我们工作室签约的另外一个泰国设计师 然后他的大概故事是讲是一个没有父母的男孩 但是喜欢搞怪 把自己藏在那个笼盆里保护自己 然后这边是一个 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成为一个人类的一只狗 然后所以这次他想去潜水 所以穿了一个进行潜水的衣服 所以这个狗 他手枪我看见武器 武器对有一把武器 一把鲨鱼枪 然后你看就有 这边有抬起来 但是下面有一个鲨鱼嘴 所以一个鲨鱼枪 然后鲨鱼枪 这些都是限定品吗 限定品是每个这款 然后那边的夜光色 然后那边的蓝色 明白 所以都已经差不多已经卖完了吗 已经差不多已经卖完了 差不多已经卖完了 我看见这里还有一些 这是我做的一个小盲蛋 小盲蛋 小盲蛋 对就是这些鲨蛋 然后这次这次的款式是那个 这是我们之前卖 已经卖完了 然后这次款式是那个 然后那个蛋是夜光的 嗯 嗯 很快 主推的产品 啊 然后这次的 这次的款式主推的是这款 222的那个 伯格隆 然后这次展会的限定 还有这款 那个木雕的 木雕的 这个是是真正模来的吗 啊 是真正的模吗 木雕吗 啊木真正的木雕 对 纯正的木雕 就是实木的 啊 然后啊 这次也是这次限定 然后这次是这次限定的 这次是这次限定的 旅行业的这边 哦明白 我可以揭霄一下这个作品吗 我看见他很搞笑的样子 这个作品其实不算搞笑吧 因为他创作灵感来自于那个 David Bowie的那个 Space Addity 哦 哦 你是 David Bowie的 啊 粉丝 所以我这次的款式 这次款式在一边这儿印了闪电 啊 然后David Bowie标志性闪电 啊 然后就是大概讲的就是 他漂浮在空中吧 就以那个离那个地球联络员越来越远 然后但是他是被这个香蕉袭击 然后肉体已经死掉了 但是他的思想还在 所以大脑还存在 然后熏口流了一个心 表达着就是他对他的老婆的爱 他歌词里也唱了这些 哦 然后我们这次的款式啊 这就是他不是 就是歌词里面不是讲他是那个电路损坏 然后以地球联络员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袭击的 所以是被他袭击掉 然后缠在身上把它拉到拉到远离太空站 哦明白明白 因为起初我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香蕉了 就是香蕉 是个香蕉皮 哦 就是香蕉皮来的 对可以穿下来的香蕉皮 明白明白 然后这次的配色我起名的是那个蛋白胶囊 因为歌词里面说让他吃了吃蛋白片以后 然后走出走出舱门 然后这次主题就是蛋白胶囊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 可以这个可以动的吗 可以动的 因为磁铁的可以摘电了 哦可以摘电了 因为我们后期可能会出一些别的配件 哦明白 就替换进去 哦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这个面罩可以可动 哦 现在这个面罩可动 哦 所以这个也是现金品吗 哦 这是这次展会的现金品 哦也已经卖完了 啊这个还有 哦还有 但是这个已经卖完了 另外一个就是哦 在我故事体系里的另外一个龙里的小姑娘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女孩做了一个crossover 然后再这一块 这款是已经卖完了 哦这个 对 这一款就是跟你 跟这个一样 对它是一个可以拆下来是一个 然后我这个展规里放了一个 就是它可以拆下来是一个 把你的女孩站在那里 哦明白 所以可以整个女孩放进去 头可以摘下来 然后头拿出来 然后平在一起吧 我看见你这个龙好 好像挺火的 可以介绍一下吗 啊这个龙呢就是创作灵感来自于当时有一个动画叫那个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嗯 里面有个形象叫 然后就是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大龙会去保护一个小龙 然后我就是就是这样的形象 因为里面是个女孩 然后有一个孔的外皮 我就想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很脆弱 但是希望有一个坚强的外皮来保护自己 哦明白 对所以做了这个这个这个是现在我们这时候欢迎你做 啊明白 所以也已经卖完了 啊卖完了 所有都卖完了 所以这个大的是第一次推出吗 那大的是这次第一次展出 哦展出 但是没有卖嘛 啊现在已经在开始在预售 哦 大概下周左右开始发货 哦明白明白 啊这个啊非常谢谢你的解说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跟这个观众说先再见了 啊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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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继续啊 LeadersWork啊 啊那呢就啊 找到一个计划师啊 那就是计划这个的 那么啊 我又不如交给他介绍一下自己 啊你好你好 好 你可以介绍啊 跟各位观众打个交通介绍一下吗 嗨大家好 我是UglyToys的语文 然后我们的作品是三十的大叔 然后他是一个大叔的形象 然后是因为我们年龄到了三十岁 然后我们想做一个搞怪的一个大叔形象 所以推出了我们第一款产品就是三十 然后给他取名的意思就是我们年龄是三十岁 然后也是到一个感觉80后是目前玩具圈的一个主要消费群体 就是大家都到了这个年龄段 然后我们从STS开始推出了四款 然后之后陆续的这两款是首图 然后 呃 TTE推出了三款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BTS我们有两款新的预售在那边 哦明白 所以这次的限定款就是已经卖完了吗 嗯 已经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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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视了 我们今天做这个访问第三天 差不多这次我的设计是他东西都已经卖完了 哈哈哈 厉害厉害 我看见这个也挺可爱 里面是什么来的呢 呃里面是亚克力的柴 这个真的可以拿来吃的吗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对 有点像这个我们小时候埋的那些糖果呢 他就是一个公仔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头是可拆卸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替换里面的填充物 哦明白 但是这个买的时候是连着这个彩柱的吗 对一起的 哦那不错啊 一肩相雕啊 我看见这里有个大的 对这个是我们因为之前准备要涂装 但是因为这次展会比较急 所以没来得及涂装完成 就下一个了 下一对 下一次展会应该会推出这个大的 那下一期的展会是何时呢 下个月28号的tdf 哦就是台湾的tdf了 哎那时候我们都在 也可以看看食物啊 看看里面的图章 好 那现在非常谢谢你了 那我们也可以差不多跟时候看过观众讲 再见了 拜拜